这次我要带大家到印尼加里曼丹的一片湿地公园去 这里是全世界唯一产野生红龙鱼的地方 我带着两位顾客 一位来自澳洲 另一位来自马来西亚 我们从马来西亚来到印尼加里曼丹的蓝甲小村 这里是森达龙湿地公园的入口 现在船户要添油先 把蓝油添满才可以去那个玩下玩的目的地 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吊场那个圆州名村 从这边过去开船开的这些快艇 都要大概三个小时的船程才可以到 所以现在要把油添满才可以走 OK 添好油了 加油站现在继续行程 我们三人分成两艘快艇 快艇必须先从蓝甲的小河道开出去 待会儿就会进入森达龙大湖 森达龙湖散布着很多像蓝甲这样的村子 船艇是当地人往来各处的必备交通工具 他们也靠船艇补育谋生 这片市地公园里有很多水生植物 大片大片的长在森达龙湖周围 我们乘坐的快艇必须穿出这迷宫般的树林镇 才能出去大湖 快艇开了约20分钟才开出大湖水域 不知你是否能够想象这么大的湖在干净时会变得滴水全无 村民们必须改成摩托车才能够往来各处呢 这片景致如果我不告诉你快艇是开在一座淡水大湖上 或许你会以为我们是在海上呢 一小时后我们终于从大湖重新开进河道里了 这条黑水河很长 险接着森达龙湖 我们一路往上游前进 沿河有多座村庄 河畔村子的民居都是高脚建筑 这是为了避免年底雨季到来时河水暴涨 会淹没村子 经历三个小时的船程 我们终于来到黑水河上游的原住民村庄了 这种木造常屋是当地族群的特色建筑 这个是莫廖一般村 就是我们这次钓鱼的住宿的地方 也很靠近钓场 这座一般族的村子民风淳朴 家家户户都会饲养积压 牲畜 村民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常屋里的妇女都会织布 男庚女只在这里依然是生活规律 走进这里 有一股时光倒流的感觉 我们来看看一般人常屋的内部样貌 这类型常屋长达百米 由很多户家庭组成 现在你看到的是常屋的公共长廊 家家户户会使用这空间织布 闲聊 午睡或举办庆典活动 介绍过了这里的常屋风貌 接下来就是钓鱼活动要开始了 我们在这里四天的钓矿精彩无比 目标于种是侧眼里 黑苏丹鱼和多曼 记得关注我接下来分享的视频哦